这些人也是只有一个最想签下的 你觉得是谁 最想签下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周深吧 因为我觉得他唱歌真的非常好 我喜欢那个实力很强的人 就是因为我跟人合作 通常考虑两点 第一点我喜不喜欢他 第二点我对他有没有作用 因为还有很多人 他的事已经非常的完整 或者有很好的规划了 那我觉得对周深来讲 他其实还有更多可能性 是我想去创造的 我觉得我可能会更想跟他合作 嗯 所以说您会觉得周深也是最有潜力的一个 对 我觉得他一定能成为中国歌层 弹上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歌手 我觉得一个艺人的职业生涯 有好几个纬度 有的人可能看高度 就是他能能拿奖 能走到什么位置 有的人可能看速度 他可能很年轻就可以很红 然后或者是很快就红了 那么有的人可能是看长度 我觉得周深是一个 他的职业生涯会非常长期 写在一个高度上的人 周深呢我要给他一个绿色 因为他在我眼里 也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人 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 会找周深跟雨淇吧 我觉得他们俩丁丁严谋 严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然后最后他们在赢的时候 又很懂得分享 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很值得写 日程满满的周深 昨天参加北京国际电解闭幕式 就马不停蹄赶到央视录制 五四晚会了 路透中依然是白色西装 元气满满的小王子 据悉 这次晚会将演唱歌曲 追赶春天的人 这首歌是电影 我们像极了爱情的片尾曲 这首歌很好听 但是不是很火 因为周深出的新歌太多了 听歌的速度都赶不上 他发歌的速度 之前在抖音夏日歌会 想到你身边唱过一次 这次是第一个正式的舞台 好多官方喜欢用这首歌 做BGM 期待周深带来的新舞台 我知道春天在哪里 我追着春天追着你 朝着那未知的远方 就让我带你去流浪 我知道春天在哪里 我追着春天追着你 朝着那未知的远方 就让我带你去流浪 流浪 27日香港文汇报 以北影节闭幕 中外影人共剧 为题报道北影闭幕式 报道中不仅提到周深参加 北影闭幕式 更提到周深近日参加的联合国活动 与周深相关内容 占据整篇报道的四分之一篇幅之多 正如昨日红毯介绍词中所说 周深是众多中国电影的音乐名片 在不久的将来 也可以成为向世界展示 中华文化的音乐名片 再把周深的跟牌摄影师 今天也发了一篇长文 分享周深在跑南幕后的故事 看得出特别走心 在路人街歌环节 让我没想到的是 年轻人被周深追着反而逃跑 年长一级的叔叔阿姨 却是一副让我来好好一展阁喉的样子 周深真的很喜欢用肢体语言来表达 又让我联想到了之前 在金陵山的活泼灵动 但当路人遇到某个字或某个词卡住时 他又会张大着眼睛急切地看着你 感觉答案就在嘴边呼之欲出 他的哇哦和机杖就会如约而至 不知道佳哥里会不会把结构素材再多减些出来 当时现场真的挺热闹 在船上谈判的拍摄过程中 除了两个码头以外 岩江两岸有不少歌迷在 但是看到周深在抬头向桥上挥手时 也着实意外了 真的是很特别的角度 这一期是商业竞争主题 周深组做了最大的情感与信任投资 所以才能够在最后实现大逆转 在非特定身份的节目内容中 周深一直都是十分真诚和善良的 当沙翼在玩第一个胡辣圈游戏时 虽然周深也会笑到狠狠 但是也会默默走上去右脚踩住垫子 从而防止滑倒保护对方 我相信沙翼在电梯里向周深他们赢 不仅仅是因为周深这期前面的互动 我自己觉得更多的是从周深 加入奔跑吧以来所展现的品质 让沙爹打心眼里信任他喜欢他 以诚相待以心相交 方能成绩久远 以上内容来自周深奔跑吧 摄影师分享 周深真是用真诚在做人做事做音乐 其实戏数一下周深的行程真的很满 联合国归来 立刻参加了北影节 然后马不停蹄地录制五次晚会 接着立刻要去泰国音乐节 紧接着就是备战马上到来的演唱会 中间还会有偶新专辑相关事宜 这也能解释周深活动上 少显皮态和嘴角起泡的原因了 希望周深也要保重身体多休息 我们也要发专辑了 谢谢也要发专辑了 又演唱会又专辑 今年 我的专辑隔了七年 太快了 对隔了七年八年 你唱一句吧 不好 好尴尬的 好尴尬的 这一年为演唱会哪个扣啊 我给你庆祝一下出道生日 十年 我应该出道十年了 我都出道十年了 哇 哟 你跟跑男同岁啊 对啊 我出道那年就刚好就是跑男第一集 是 那你也是看着看着跑男长大的 必须的 你起到发专辑了 对 对 我们昨天已经听完了两首歌了 演唱第一张个人专辑啊 TOLO TOLO 叫啥名字啊 叫FREAK FREAK 四标日三法 哦 啊 这个啊 你知道你每次都是把后背展露给你 永远都是一个大耳瓜子的时候 啪一下就上来就第二回了 你齐真的是不能相信 天使的面孔恶魔的心 骗人精啊 得了吧 这一车上有什么好人吗 哈哈哈哈 全员 怪不得我说今天七点半就齐了呢 这叫什么 这这这这这以前叫 我们的服装老师会问我们工作人员 周中老师最近没有长胖吧 哈哈 然后试完装之后才知道 哦 的确是如果长胖了几斤的话 可能会穿不下去 非常漂亮 非常豪华 非常期待 不会让我们穿那么漂亮四名牌吧 姚皮迪 小时候的零花钱很少 每天坐完车买完早餐 也有什么给我规划的空间 我可以不开店吗 我真的没有这个头脑 四个吧 就是天真老实不用说 就感觉做个合伙人就很轻松 就感觉自己只要做好 自己该执行的部分 或怎么样就好 还有就是涛姐 感觉跟涛姐做合伙人 会那种 应该跟彼此就是充分的 百分百信任的 你不会有任何担心的东西 已经疑虑的东西 当然还有凯歌 我觉得凯歌也是思路非常清晰 然后是可以去掌管掉一切的人 然后当然还有就雨琪 我们这次暂时的合伙人 我们合作得非常开心 对 钱大老师也很好 只是暂时还不知道 不会找周深跟雨琪吧 我觉得他们俩丁定义很好 赢了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然后最后他们在赢的时候 又很懂得分享 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很值得谢谢的人 问吗 天真老师啊 有的时候啊 甚至可以额外的照顾到其他人的情绪 然后还甚至可以让自己的利益更大化 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答案 但我在这里面游戏亏了 在最后就觉得算了 我就博一博 不管了 大不了也就是负20万 但是如果在现实就会很可怕 现在有一次 其实我跟深圣 我们俩可以跟神圣他们俩合作 但是那时候我们俩就是觉得有一个承诺在 如果我们当时选跟他们合作 那最后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没有 我觉得冥冥之中所有的选择 刚好都是最好的选择 信任 值得相信这点是永远排在第一名的